哈 抢先报 小麦种回来 那这个小麦睽违许久 这个许久已经长达半世纪之后 小麦终于在麦聊的土地上冒出头来 那不管年轻辈 不管尤其老一辈的人看到 既是感动又是兴奋了 那刚刚介绍其中的两位 郭慧禅跟吴姿伟都在我们现场 我们首先来介绍云林麦聊 小麦复根发起人 郭慧禅 慧禅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好 好 还有一位年轻的村长 是麦聊的麦丰村的村长吴姿伟 姿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慧禅你来介绍一下 你应该是您的先生本身家里是务农的 对 农家子弟 那你后来嫁给他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们夫妻俩本来在做什么 我们两个都是上班族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就是 我们常常会在晚上的时候聚在一起啊 或者是比较有空闲的时间聚在一起 那我们常常就会聊聊彼此的梦想啊 还有一些想法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成立了这个月光下友善农场 我看到报老师会放下有关医院的工作 哦 对 我本来在那个慈禧医院上班 哦 对对 那先生呢 呃 先生就在那个一间公司上班 是 那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决定是大胆的 嗯 就觉得 或者说要抛掉一些东西 嗯 接触了以后 非常的喜欢这个务农的工作 那也觉得抛下是 嗯 因为之前工作了16年 所以抛下是有一点舍不得 可是我觉得在接触这个行业 是让我感觉非常开心的 所以抛下是房子 呃 没有 只是离职这样子而已 只是离职 那原先的 呃 你们既然有返乡嘛 回故乡是指回先生的故乡 对对对 是 那原先的这个呃 居所 包括家具或者说其他东西 都有丢下吗 呃 没有 其实应该说 先生他之前是在台北 嗯 那他现在回来到卖寮这样子 对 所以我的问题是 呃 他是家孩子 你们家还在台北吗 工作都在卖寮 都在卖寮了 我们都抛下一些 都抛下了嘛 对不对 都抛下一些稳定的工作 稳定的生活形态这样子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问呢 我在花莲旅游的时候 我们西家代券去 那有呃 一个偶然机会 我们叫车 叫了一位计程车司机 他其实是有做导游的 结果他聊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看到花莲的好山好水 结果他抛掉一切 等于是用举家 好像在浅逃的这种方式 什么都不要了 房子也卖了 然后西家代券就到花莲店去 一直十几二十年 都都在那边 所以要返乡 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包括你原先 你们的生活的模式 你们的可能有房产的 或者是说原先的工作 有小孩的学校可能要转移 那没关系 我们不信我们只是开个场 来把这个身份 原先在做什么 我们给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那对面这位 执委村长了 那您呢 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 姻缘机会下 你现在是做村长 村长也是要选的吧 对不对 是是 呃 因为就是 也是刚好在上一届 呃 在这个太阳花 这个这一股浪潮 我刚好也是搭在这一股浪潮 然后 怎么说 你有参与太阳花 呃 不算参与啦 我们只是 就是 因为我们 这个年轻的村长 在我们那边很少见 嗯 那我们也就是 因为刚好 有这个机会 出来参选 然后刚好 这个时期的话 大家对于 年轻出来参选的人 他们有所寄望 那时候有个组织 是培养种子 就是从基层的 像村里长开始选举 你是那个种子的 团队之一吗 呃 我不算那个团队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 新思维 一个新浪潮 对 对年轻人来讲 是有一些启发的 有些冲击的 所以你在这个 呃 时空环境下 在这个浪潮里面 你就到了这个 云林麦寮的麦封村 去选举村长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 我本身自己就是 村里面的人 哦 你是云林在地的人 在地的人 我是麦寮在地的人 那因为刚好 对故乡有一些想法 嗯 那我们就 就想说 就下去参选 那七名不怕青啊 就是 我们就是鼓起勇气 去参选这样子 你有因为读书 或者说工作因素 离开你的故乡吗 哦有 过去我之前 我一直都在台北 都在台北嘛 我在大学的时候 在台北念书 嗯 那后来工作 我一直都在台北 那是后来有 有机会回云林服务 嗯嗯 就是我回云林以后 在县政府工作 嗯嗯 在县府工作过 对 那就是因为 也刚好 有在县府工作的机会 对于一些 呃 呃 家乡的一些 呃 就是 政策方面 或者是一些 呃 呃 有一些想法啦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机程 选举的方式 去做改变 好 子伟你是 云林土生 土长的这个小孩子哦 是 那因为我看到这个题目 我特别有感哦 要让这个麦寮 名符起始 是 睽違50年 是 你可以跟我们讲 那这50年来 就 你们的土地 你们的农产 呃 或者是说 六亲进驻 云林麦寮 那对你们居民的这个影响 你可以跟我们描摹一个景况 所以我们才能够谈到后来 呃 50年又种出 小麦的这种兴奋 嗯 应该是这样说啦 嗯 过去麦寮它是一个 农 雨产 农雨产都是 就是我们是 我们主要的产业 嗯 那当然在六亲的进驻以后 生活形态渐渐在改变 朝向工业方面去走 嗯 那你说黄金的污染 当然在过去 哦 的确有多少有一些影响 嗯 那后续这边的话 呃 我们对于 就是说 台说自己本身的努力 跟我们自己 居民的监督 嗯 哦 在这个状况之下 确实有改善了不少 嗯 那农雨业的部分 呃 其实我说实在是 外界对于麦寮有一些无名化 嗯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 大家对于实案的重视 基本上 产品出来 嗯 我们就是一定会经过检验 嗯 我们自己也是 也是对 尤其我们自己年轻人 对这方面的数据 或者是这方面的 医事 我们都很强 嗯 那我们也只是想说 我们在这个 这个部分 我们能够去证明 麦寮 其实它不是只有工业 嗯 我们如何把农雨业 跟工业并存 嗯 我们去把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嗯哼 所以我问你一个题外话 是 好 呃 因为你某种程度也是办从政了嘛 是 人家宪府机关 然后你现在担任村长 我近日碰到一位 呃 我先生碰到一位这个呃 过去在云林 是 担任职务的一位 而且是负责农业方面的一个首长 是 他有提到就是他离开了 嗯 他说云林的某位政治人 我不讲县长或是明代了 是是是 那时候就有雄心壮志 是 希望发展有机农业 是 可是他们也提到说 以云林那样的一个环境 是 是不能够 也不适合种有机发展有机农业的 是 你的看法呢 这有关系到我们下面的这个话题了 嗯 因为有机农业的话 他的他的数据的神额是 非常的严格 嗯 那他也有很多方面的认证 嗯 好 那 至于有机农业在市场上面 呃 他所主打的方向跟目的 嗯 是不是符合说 我们大量生产或者是 大量种植 嗯 或者是我们小农青回来 嗯 做种植 嗯 的方向 嗯 因为有机在 台湾目前来讲 毕竟还算是 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嗯 我们 而且环境也很重要嘛 对环境也很重要 你标榜有机的话 如果 因为他水质空气 是 因为现在台湾就是 就是就那么小 他很多东西他的影响 嗯 并不是说云林不适合种植 嗯 只是说他各方面严格 那 政府机关的角色 嗯 他的扮演 的辅导 对 的部分 那那这部分的话 不是我们 这个小农的部分 可以去做 做做 就是说 嗯 push的部分 对 而且你们年纪都不到40岁 是 你们现在实际跟土地接触到 你们跟这些盗卖接触到 是 就是跟我刚刚提问的 我的意思 其实我说穿了 就是说 有些政治人物 不要打高空 嗯 哦 不要做秀 或者说 好像演绎出来一个 是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嗯 那专业人士他们 久了 他们会知道说 哇 这个做不到 良心摸一摸 就走了 嗯 所以我的整个故事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样问呢 就是说 这关系到你们怎么发想的 是 会才 你跟你的先生 跟职委都是死党 嗯 你刚刚讲就说 是你们 呃 常常会聚会在一起 甚至打球 对不对 都是篮球队 对 那你当时候是 你们是怎么样 讨论出来说 你们要回去干 呃 把这个小麦再种回来 这档的事 是不是投入农业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说 哎 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哎 那你是嫁到哪里 我就说 我嫁到麦寮 嗯 那 嫁到麦寮 我会想说 我要怎么去介绍 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 嗯 那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些文献 他就写说 哎 麦寮 大概在 早期 他会叫做麦寮 就是大概在两百多年前 哦 麦寮麦寮 是这样来的 对 他大量种小麦 是 那他才 才叫做麦寮嘛 那我想说 嗯 可是大量种小麦 我在麦寮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小麦种 你一个外地人去 我说来到麦寮 我又上网Google了 结果我真的没看到小麦 怎么叫麦寮 完全没有看到小麦这样子 可是我有看到小麦的 那个造型的路灯 哎 我想说 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那我 我就发现 哎 麦寮 现在根本没有人在种小麦 嗯 那刚好我们 我们的农场第一期是种水稻嘛 嗯 那我们在思考说 我们第二期要来种什么的时候 嗯 我们就说 那我们开始来种小麦试试看 好 怪不得会才是发起人了 他刚讲的东西很有feel 你看他讲那个路灯 你看他讲那个两百年前的那个严格 我们都没有思考到 麦寮麦寮 应该有麦子 对不对 好 我们只是刚刚先暖身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起个头 我们等一下来看 他们成立的所谓的 哎 那个叫做月光下友善农场 是全名吗 月光下友善农场 又在月光下又是友善 又是农场 我们看他怎么样从第一步 到最后看到真正的作品出来 好 我们续下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 当时也邀请的是 云林麦寮小麦副根 跟发起人郭慧禅 他的禅呢 是禅民的禅 秋禅的禅 是吧 很好听 麦丰村的村长 吴子伟 那郭慧禅两夫妻 跟子伟 你们原先就是熟识 就是死党 所以在共同描述理想 我们未来要做什么 而且你们年纪轻心不满 40岁 在看远方的时候 你们或许 那个理想 理念是比较相近的 那刚刚聊到就是说 你们后来成立了一个 月光下友善农场 这个名字谁起的 为什么加个月光下 这个很有feel 就大家一起讨论 那因为如果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对月光下 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那像我的想法是 因为当初大家都是利用 下班后晚上聚在一起 然后常常就是 月亮高空挂 那我就觉得说 取月光下这个不错 那像我先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他非常喜欢 月光下我记得这部电影 那我们两个 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没有提到这部电影 哇你们很浪漫啊 对 我们就是那时候 第一次的约会场所 就是在那个都兰 就在那边约会 所以我们就对 月光下这个名字 很有感情 那刚好 大家 梓伟你也是这样吗 月光下你干了什么事 我们男孩子 比较没有那么浪漫 我们就是一群臭男生 然后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然后讨论一些 大家看 月光下台湾鼻鼓 这是什么鼻鼓啦 然后谈一些遥不可及 是是 那时候看起来 遥不可及的梦想 好梦想要落实 要付出行动的时候 不是说说啊 不是聊聊天而已啊 后来决定要 玩起袖子的时候 那个你们做什么准备 其实因为 虽然家里的人都是有务农嘛 那可是我们年轻这一代 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务农的经验 那我们就是 上网查资料啊 然后该怎么做 然后就开始起步 所以当然 家里的人就是会反对说 你们完全没有 种过田的人 竟然说要回来种田 当然是非常 叫你们不要闹了 你们上上网就可以干嘛 这样不行啦 对对对对 那职位你做什么准备工作啦 呃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发起人嘛 那我们那时候 我可以提供 那时候我已经当村长了 那我可以提供他们协助 就是开始让他们找资源 欸你们这主要很有意思 去上课 其中一群人里面有个角色 还真的有一个村长 是啊是啊 所以你提供一些辅助 对我就是利用 譬如说社区营造的部分 然后或者是政府有些什么课程可以上 我就赶快提供给他们 提供给他们有去上吗 他们有去上 他们有去上 至少有个入门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对不对 你原先在医院工作 哇捲起袖子就可以种田吗 是不是 所以那第一个成品 第一期第一波的这个食种 是种水稻吗 呃 你要看当时候的那个农地状况 第一期是种水稻 那我们第二期才种卖 因为我们卖了就是 呃人说红桃水味嘛 那东北季风墙 那非常适合种卖 因为他东北季风墙 那个小麦就不容易长虫 嗯 那你根本就是可以用友善的方式来栽种 我们也不需要喷洒任何的药 不喷洒药就是友善的栽种 对 是指的是这个吗 嗯 友善栽种指的就是说 对于土地的部分 我们不过度的去做药 药物的去做加强 是 去增加产量 嗯 我们也不去 譬如说病虫害 或者是 呃这些动物啊 鸟啊 所以我们不去做刻意的驱赶 嗯 慧产你的意思 呃 刚刚水稻跟麦子的比较 你意思说 中第一波中水稻遇到很多困难吗 就是包括 蚝红桃水稻 包括 东北季风 包括沙尘 包括病虫害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所以你后来第二期你们赶快就种稻子 不是 呃 种种小麦吗 应该说是说 因为我们第二期麦了就是说 嗯 东北季风墙 所以那在第二期 我们整个麦了那边 几乎都是种花生 嗯 那因为我们想说 刚好就是有去查了这个小 那个麦了的文献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直接来种小麦 是 那变成说第二期种小麦的时候 嗯 整个麦了都是种花生嘛 嗯 所以等于说 那个 麻雀都是来吃我们的 小麦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第二期遇到的困难比较多的 就是说 虫害 啊 那个鸟害 鸟害太多 那么我们又 你们又不驱赶 又不驱赶 我们就想说 反正 鸟吃了多少 剩下的我们再收就好了 是是是 呃 两位哦 我真的不好意思哦 你别讲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也是哦 我们看到课本里面写小麦 什么大麦啊什么的哦 是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麦子 而且我们常说要做人处事要学那个麦子 哦 头要低 低下去 你别跟我们讲实际上 小麦是什么样一个农作物 然后它有什么特色 我们常讲说描述我们演讲比赛什么麦穗啊 金黄色的麦浪啊 怎么这样 你们实际跟小麦 种植接触 小麦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植物 小麦其实它跟稻子很多人初看到会以为是稻穗 看起来跟稻穗其实还蛮像的 可是它边边感觉就 很内形容 它会有一个细毛 它会有一个细毛 跟稻子比较不一样 那它因为稻子跟一般稻米又不一样 稻米也有很多种啦 小麦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现在台湾最常见到的就是台中选二号嘛 然后麦子还分大麦跟小麦 那它是专门是亮酒用的 或者是它这个是专门是做面粉用的 因为它有很多品种不一样 它对麦粉的品质 就是说面粉的品质起来就不一样 还有那么多品种 对对对对 哇 那你们种什么品种呢 我们是种台中选二号 所以之前就要确定 决定要种哪一种品种的麦子 对 那我们觉得台中选二号算是比较普遍 因为我们刚开始种嘛 所以我们就就选说 现在大家种的这种我们先来种种看 那种了以后也发现 这个品种的小麦种起来还不错品质不错 对你们现在是种出来第一次种这个麦子 没有办法丰收 量非常小对不对 对算也还OK啦 对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产品 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农嘛 那我们就会想说那你小麦收成后 我们就希望有很多开发一些产品 这样子 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有有 你们开发什么产品 我们现在就是面粉 我们自己的全麦面粉 然后全麦手工面条 那还有小麦粒 那我们现在像您刚刚提到的啤酒 我们也开始在量自己的啤酒 哇以后聚会就喝自己的啤酒 那这个一路走来不容易啊 就是你们是不是有经过那个挥汗如雨 你可以描述给我们听众这个听一听 你们也说一说 每一次要什么样装扮 那怎么样下田 每天过什么样日子 子伟你有经历吗 你做村长也要下田吗 我做村长我是不用下田 但是我会有时候他们就是要收成 或者是干嘛的时候 我会去帮他们 那我也是有那个小麦是会有点刺的 那他收的时候就是你在爱旁嘛 什么那个都有时候皮肤有些人会过敏 那我那就是说 尤其是在收的时候其实 其实有时候产量可能差不多一半而已 因为如果你不去赶那些 有时候看他们在 因为我们只是提供意见提供协助 有时候帮个忙有力出力 那他们有时候看他们在收 有时候也会笑笑的说 你是来玩的还是真的有心的 这个如果靠这个做生意营生的话 可能养不活了 事后来所以说大家就是有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量没有比人家多 对 价格没有比人家便宜 那我们就是要去开发我们 就是我们的故事 开发我们的周边商品 不过当这个麦穗 或者说小麦种出来的时候 哇那个对当地来讲真的欢天喜地 对 可是刚开始大家不看好 尤其老一辈的时候你们来干什么 不要来闹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金融馆 我们等一下再请这个慧禅 跟子伟我们来谈谈 那个一点一滴 是 呃 子伟刚刚私下讲就是说 人生他们自己转了一个弯 改写了 他们会有新的剧本出炉 好 这个剧本已经 呃 第一本已经出来了 哈哈 可以这么说 我们学校马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过去常讲台湾是农业立国 但曾经何时哦 以最近的讯息来看 台湾粮食自给率只有三成 全国却有将近20万公顷的农地 是休耕状态 所以农委会跟地方政府呢 他们都提供补助 那我以彰化线 2011年休耕的高峰是 一万四千公顷 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善 呃 下降到八千公顷 栽种出小麦 草麦 鲨鱿玉米 跟牧草等等 那我们回到云林 麦聊 所以会才当这个 我看中国时报一整个版都在 报导 然后我刚念的是第二版 他们等于两个版在探讨这个问题哦 说这一刻等了50年 麦聊 虫飘 半箱 你跟我们终结一下 这个意义何在 而且我刚刚前面问 老一代刚开始不看好 对那当我们那个 到冬天 呃有金色麦浪的时候 哇这一些老人家都会过来 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说 哦这个梅子是你真的哦 然后哦这 很久很久 没有看到的啊 然后会开始给我们一些善意的回馈 我们会感觉说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小麦是我们麦聊的精神象征 那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东西 是我们的根 对小麦是我们麦聊的根 那即便说麦聊现在已经跟六亲好像不可分离 但是我们月光下就是想用另外一种新的样貌 来让人家认识不同的麦聊 那我们也希望说 呃 农作物能够跟饮食生活做连结 那借此推广我们台湾的小麦 也让更多人知道有麦聊这个温暖的地方 你说的太棒了 那村长 你怎么面对刚刚我念的那一段 就修根的土地 农地太多了 还要靠政府补助 那有你们这些青春进香团返香之后 会有看到一些曙光 呃 应该是这样说 呃 对于土地上面的使用跟呃 农作的部分哦 其实我觉得台湾应该看看自己有什么 嗯 不要一倍的去追求别人东西 是 好 那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嗯 做满 嗯 就像日本的职人精神一样 为什么我们回去做我们自己的小麦 就是我们在找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会去一面追求别人 嗯 我们不要一面去追求价格 嗯 我们要找找到自己的理想跟定位 是 其实直伟跟慧禅跟他们 呃这些死党们 他们就像小麦一样 他们弯下腰去 回到这个田地里面 然后跟土地拥抱 呃 我们常讲就是说 希望我们台湾是越来越好 有青春带动新的这个势力 好 好那返乡之后呢 青春静香 我们希望我们看到农村有不同面貌 而且那个 觊觎老人 相当大的一个兴奋度 哦 而且 刚刚慧禅讲那个结尾是 传承的力量 跟早回来了 对 这里面返乡的一个意义 未来我们希望拥抱土地 不会那么痛苦 好 我们谢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主持人 好 我们接下来请说 立连丸抢先报 以及由Danny主持人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 张云珍 计划制作 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